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這個煎牛排 這次用的是鑄鐵盤 鑄鐵鍋鑄鐵盤的優點就是它的蓄熱很好 然後它的熱這樣很絕 所以用鑄鐵的炒盤來煎牛排 對,很好的一個方法 然後先把鑄鐵盤把它預熱 加熱之後呢 再把這次的牛排 整個角度還把它放上去 先用大火吧 一面大概是... 一面大概是兩面 看你肉的厚度 因為我這個肉大概是... 兩公分 我會建議就是 你最少不要低兩公分 不然就是肉 太薄了 外面焦了之後 裡面都太薄了 好,我們現在來翻面喔 要不要煮有夠的 我還是去吃 我熬了 就想想吃 煎沸 煎湯 好,然後呢,四面都差不多結了一下之後呢,就把它到旁邊靜置一下 靜置一下 幾分鐘 靜置之後再第二回合 讓我們稍待片刻 靜置大概差不多十分鐘的表結 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回合 再把它回味一下 要做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表面把它製燒一下 那用什麼製燒 火雞多一下 然後呢,表面製燒的好處 所以它表面可以酥脆 然後可以焦酥 所以外酥內蠟的感覺 然後呢 現在再把它放進去 就是這樣把它製燒一下 然後呢,這個你不要去五星行 買那種在燒水管用的那種 那種 而且火力不夠緊 所以你要去買這一種 它的高溫可以到一天再買這個 然後火力再 那種在燒水管用的 一天再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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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烤肉很容易 你覺得烤肉很軟 你覺得烤肉很軟 你說烤肉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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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呢 說那個有什麼沙氣 倒一下 烤肉很軟 哇 哇 哇 好 差不多啦 四個桿 差不多會煎到這樣的一個 燒到這樣的一個 我們來切一下 我們來切一下 這個熟度大概就差不多五分熟左右 其實真的是恰到好處 然後呢 它外皮就是酥酥的 裡面就是嫩嫩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用這個火雞 就是做那個 最後再炙燒的話 它就老了 比較沒有辦法像這樣的一個焦糖 那吃起來的口感 可以說會有一個差一點 所以呢 大概 你這樣子切起來的話 就是會這樣 外酥類類的 好 再加一點洋蔥 OK 好 這樣的話牛排就完成了 所以說 大家可以再試試看 我這個方法 好 之後再用火雞 把它的表面稍微 製燒一下 那它的那個 口感 很脆 就會很濕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